感恩大师大为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师大为罗台长师父 我想问一下我的女儿 99年的兔子 到现在还不会说话 不能治理 几岁了 14岁多了 99年的兔子 肚子骨得老大 不停地骨 手不停地捏 脸部还经常会抽动 脸抽动 身上的到处的神经 看见了吗 是 一个中年妇女 眼睛小小的 还有她小时候 也 你把她带到庙里去过 她做过一个不好的事情 也不知道动过什么不好的念头 嘴巴讲过不好的话 她从来没说过话 我告诉你 你小时候把她带到庙里去过没有 去过 从小生出来就不会讲话 只会一点点 好了 一点点的时候 你把她带到庙里去求的 求的时候 她 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 可能是心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被护法神惩罚了 现在完全锁住她了 身上全部被锁住了 所以她就一直会抽筋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抽几筋来 浑身这么赚的 她总是这样这样 看见了吗 现在需要多少小房子 现在不是需要的问题 现在要念礼佛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她有时候经常会 还会打自己 有时候还会撞自己 明白吗 明白 你发脾气 就是这么好像弄自己一样 看见了吗 好像就是到处拍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惩罚很厉害了 我可以 我可以现在 叫菩萨给她松绑 她马上一会儿会像 恢复一个正常人一样 我讲的是 一会儿 就是说 但是过一会儿 还会绑上去的 现在可以松掉她一会儿 我叫她松啊 请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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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双手合掌 看见了吗 大家看见了吗 小姑娘 感恩师傅 好了 现在松了 一直可以松两三个小时 好好地建小房子吧 我只不过给大家看到 什么叫烟结 什么叫做错事情 跑到庙里 跑到其他地方 造口夜 什么 全部都要受报的 不日不报 时候 未到 感恩师傅 好了 她现在 她要多少那小房子 她现在很正常了 需要多少小房子 松绑之后 她就露脸了 你看见吧 合掌 小姑娘合掌 小姑娘合掌 来 合掌 跟爷爷一样 合掌 哎呀 哎呀 合掌 来 会合掌吗 哎 笑了笑了 哎呀 开心了 开心了 哎呀 哎呀 好了 她还不会合掌 但她两个手 放在胸前 就是合掌 好了 告诉你们 好好地学佛修心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需要多少小房子 放多少鱼 一千三百条 一千 这么 哦 这么少 那么 三半条 小房子呢 小房子 哦 是师父错了 一千两百张小房子吧 嗯 感恩师父 余放 一半 一半条就可以了 谢谢 感恩 感恩师父